从唱歌断气被朝礼不从心 再到每首歌都有三万人齐春合唱 陪伴歌迷走过青春的梁庆竹 得到了他们回馈的破天爱意 这是三十岁的梁庆竹唱艳伟蝶 而这是哈尔滨演唱会上 四十五岁的他唱艳伟蝶 于是演唱会当天 他翻车的视频就登上了热搜 评论区的吐槽 都是从他的唱功蔓延到了身材 对此梁庆竹自己也略选羞愧 只要知道五年前的他还不是这样的 你看这是2018年他唱的《小手拉大手》 而这是如今他唱现场的效果 他吐字不再清晰 没有字幕的话根本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 可以说他的整体状态都是成直线下滑的 网友看后更是犀利评价 一句都没听明白 乍一看还以为是李湘 青春被毁了 甚至还有人拿他和蔡依给王兴林做比较 一时之间 梁庆竹被拉下身谈 然而就在他被贬的一文不知时 曾经演唱会的歌迷却创造了独属于他的感动 比如演唱会上座率百分之百 再比如演出开始前 歌迷会录制视频鼓励他 他们说 谢谢你陪伴我18年 让你唱我 对爱你 要幸福 加油 不过最令人动容的还是全体歌迷的大和尚 和尚分手快乐 歌迷奇迹挥动荧光棒 莫迹接唱 在唱情歌 只需要起个头 歌迷就能立即接上 唱到勇气时 歌迷是基本不用开口 麦克风一身就是整整三万人的起声合唱 总而言之 衰老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 生过孩子 婚姻失败的梁静如也不例外 而且对于真歌迷来说 即便他身材走样 歌声不再甜蜜也没关系 因为他代表的是轻松岁月 只要他肯唱 歌迷的青春就不会消失 他的每次开口 都是带着歌迷重走青春 请不吝点赞